到底什么是肺纤维化,就像肺部变成一块又粗又硬的菜瓜布? 很多人一定听过肝硬化,代表肝脏变得硬硬的,不再柔软,也失去了原本的功能。 而其实肺纤维化也是这样,它俗称菜瓜布肺,是指肺部从柔软的丝瓜变得像干掉的菜瓜布一样,又粗又硬,没有弹性,所以没办法将空气吸入肺部,运送到全身,不止呼吸会变得很困难,身体也会缺氧。 台湾胸腔剂重症加护医学会代表陶奇伟说,通常国外在诊断肺纤维化之后,余命大约是2到5年,但台湾在诊断肺纤维化之后,平均只能存活0.9年,5年存活率甚至比乳癌,大肠癌还要低,属于死亡率非常高的疾病。 首例女台商出院证实出现肺纤维化,到底什么是肺纤维化? 当肺部因为疾病或是其他的因素而受损,就会启动纤维母细胞来修复受伤的地方,但一旦修复,就像我们皮肤上结痂一样,原本柔软的细胞会变得很硬,很厚,肺泡就没办法正常地让氧气吸入身体,也无法正常排出二氧化碳,肺部功能就减少了。 首例女台商出院证实出现肺纤维化,到底什么是肺纤维化?